歡迎各位為了這間教室 那謝謝各位參與由BSEW和CatSystem Workshop 聯合舉辦的議程規 那這一節的話是CatSystem Workshop的議程 那我們這一節是由蔡德玉主講 題目是When ONNC Mix NVDLA 當教員專案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蔡德玉這位 又名跟127127 但是跟Local Host 127.0.1並沒有關係 那他目前在SkyMirror擔任 育前蠶食大將軍 他的貓組織有一個粉絲頁叫做 住在RD部門的貓 如果對貓有興趣歡迎去Follow 那目前他在SkyMirror是擔任 Comparer Team和IT Team的Leader 對於Comparer是略懂略懂 是ONC的主要開發者之一 在這一邊CatSystem Workshop 非常感謝SkyMirror對我們的大力支持 我們這邊打個小小的廣告 CatSystem Workshop 是一個對系統效能優化 編譯和C++有興趣的小社群 目前長期徵稿中 希望在這一方面 希望跟大家互相交流的 大家能夠來投稿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AEH 好 好 好 今天的題目是當ONC遇到NVIDIA 你可能會看到就是在本質上面的講者 不是我 因為就是主管理事有事 所以我欠他 沒有附近的 沒有附近的 沒有 只實體 實體 那好 那 我先講一下我的背景 因為這樣子 大家比較知道 我什麼時候是在嘴炮 什麼時候是在講真的 那 好 我背景我是 就是比神聖賽 所以演算法 稍微還行 然後還有Comparer 有做過Limparer 所以Comparer相關的拖勁 也是稍微有做過一些 那 再來還有JVM Claim LVM 就是都主要是在做Comparer相關的東西 然後融化賽事件 我這張不是要賽貓 這個是 因為這個是我 好 那 先來講一下NVDLA 欸 什麼是 什麼是NVDLA NVDLA 它是NVDLA NVDLA 它是NVDLA NVDLA NVDLA 它有架了一個網站 所以 要知道NVDLA的話 可能就可以自己給你去看 沒有啊 我還會介紹 好 那什麼是DLA DLA DLA是Deep Learning Cellular 那 Deep Learning Cellular 就是 加速 就是照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Deep Learning的加速型 那它是怎麼樣子咧 就是它是一個異形 那 它是要加速這種東西 就是這種東西的異形 那這種東西是什麼咧 這一個是一個 AlexMap 是 總之是一個CNN的Model 就是一個古老的 已經是上級時代的Model 那 總之 DLA就是來加速這種 長得像這樣的東西 但是這個長得很漂亮 然後後面會看到一些 比較奇怪的Model 沒有讓你表現下來很漂亮 那 它 這個Model 大概是這樣看的 就是說 這個 Beta0就是一開始 北斌複合的音 可以看到它是 1 3 224 224 那個3就是 就是你平常圖片進來 圖片就是有RGB 所以就有三個選擇 所以就是3 那 224乘224就是 就是 就是 圖片的寬和高 就是反正 影片上面的那個 大概大家 大部分用的都是很小的 那 再來這個 一個一個框 就是一個一個Layer 或者是說我們會叫它 Appleator 或者是 有 會叫OP 或者是 有很多很多名字 反正 聽到Layer Appleator之類大概就是 什麼 這樣子的東西 那 這個CNN 像這個CNN 就是一個 CNNN的Layer 然後 這個就是 ReRub 然後L MainTour 它就是這樣一層層串下來 那這個箭頭是什麼 這個箭頭就是Data 它Data的流向 是這樣子下來 所以可以看到它就是很漂亮的這樣子 一個 一條線的Data Pro這樣子流下來 那 但是 所有的Model都是這樣子 好 那 剛剛講到 1 3 2 4 什麼東西 在 在 做 定本體相關的東西 可能都會看 聽到 或者看到NCHW 那 NCHW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它這個指的是 資料的擺放的順序 就是 想像就是在C的耳瑞裡面 就是這樣子 NCHW 那 就表示 W是連在一起的 W的Data是連在一起的 那 放完一個檔 放完 就是 0到 1 然後 就會再換下一堆 那 它的Data 我們後面的所有的 表示大概都會長 會用這樣子 就是 方向都會是這樣子 這是C 就是深度 圖片的深度 是我們螢幕的深度進去的 是C的方向 那這個是 高是H 然後 寬是W 然後 變齊 好 那 好 那 NVDLA詳細是什麼 它 它 它是 就是網網很快 是文化重點 就是 它是 重點就是 V和 Open 在CodeCup 所以 什麼都標準 那 它是 Scalable 啊 Scalable 還有 這個指的是說 NVDLA它其實是 可以用很 可以 調整它的 各種 就是有很多彩數可以調整 例如說 它的MAC可以很多 就是它的加法器 三百器可以很多很多 那你可以很小 很小 那它的RAM 它的Bubber 很多東西都可以調整 所以它就是很方便可以用來 做 呃 其實主要是在H端的reference 呃 因為H端的reference 你不會是 很general focused的model 都會是很特定的 就是 例如說 你H的Revice 你出去 你出去以後大概就 比較不容易更新了 所以 所以你的model都會是 很 很 就是很特化在每一塊的 所以 它就會需要 可以去 去調整 呃 因為 呃 你多做的就是浪費 那 那在HLAN那個成本 其實就很 影響很多 因為 你HLAN是量度比較大的 好 那 那 好 那這個 剛剛的open 它其實 真的重點是 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 那 好 這個NVIDIA 它其實是一個 我剛剛說是一個 Hardware 所以它其實它 又是open source 意思就是它是 真的是一個open source的Hardware 所以Hardware相關的東西 其實它都有 就是 在Github的 NVIDIA 那 後面的詳細我們會再講 那再來就是 NVIDIA 裡面的怎麼樣 NVIDIA 這個就是一個 NVIDIA 的code 那一個NVIDIA 那一個NVIDIA 其實可以分成 這六大塊 就是一個是 Comp 然後 SDP PDP CDP Rubic 還有VMA 那總共就是 這六個 那 基本上可以說 NVIDIA 就是對 把 Diflending 常見的運算 把它分為 這六個 種類 然後每個 conform的分別 做不同的事情 那 所以實際 但是因為它是open source的 所以其實你要改 其實你也可以改 你可以加自己的component 你也可以去修改 這個裡面的component 好 那 就來詳細講一個 裡面的component在做什麼 這個是comp 這個是comp 這個是compolution compolution應該比較簡單 不用細講 就是它大概就是一個kernel 然後去乘一 就是有一個window去乘 然後 乘起來都加在一起 那這個是一個簡化的例子 真正的圖片 就是像一開始看到的 它是會有生物 會有宣布 會有宣布 好 那這一個圖 這個圖 這個圖 我是在 在記錄訊裡面看到的 就是沒想到這裡面 也會有那麼認真 那 好 但如果你想要看 就是 看更詳細的 在這一個 這個網址 你就記得 CS231N 這一個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反正 總之它裡面有很漂亮的 就是 真的到三圍的compolution 的動畫 那 它也會介紹 compolution network 就是介紹很多 的網址 就是要 常常開始了解 就是 聽學者可以看的 好 那再來是 STP 那這個也是 這個是從 DLA的官網上 結錄下來的 那也是快速化的重點 重點是Single Data 那簡單的說 它就是說 對每一個DATA 就是 每一個 就是 真的就是一個 例如說一個Bite 或者是 因為它裡面存的可能是 嗯 嗯 印8 那它就是一個Bite 或者是FP16 它可能是兩個Bite 那就是對 那一個Bite 就是兩個Bite 每一個單獨的DATA 去做 運算 那它運算 可能是linear 也可能是linear 那 再來這個是 PDP PDP是 Planet 這個就是指說 指在 對Channel方向的 也是就是 剛剛我們前面看到 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 3x24x24的 那它就是會 等於說 會有三個Channel 那那三個Channel 就是個別 去做一些運算 那以目前的 VDA的設計來說 它裡面 就是用來做 Pooling 就是它裡面 其實就是 只有三種 就是Max Pro 然後Moon Pro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用Pool 然後還有 Average Pro 然後還有Average Pro 那目前就是只有 這 目前就是只能用來做 13種 再來是 CDP CDP是 Cross Channel 那 它 就是 也是跟名字一樣 它就是 跨Channel 那 我這個說 單DP是有跨Channel 直接就是說 剛剛有三個 三個Channel 那 然後總共有 224x224的點 那 所以就是 它就會做 224x224 然後每一次就是 沿著 Channel方向 三個Channel 一起做一些運算 那一起做什麼運算呢 它有很多東西 可以上去錄了 所以 其實有點複雜 很難 很難 簡單的沒有數 所以它真的可以做什麼運算 但是現在基本上 就是用來做LRA 那 LRA其實就是一種 在Channel方向的 門外 這一圈 好 那 再來是 Rubic Rubic 這個 就是 就是 這個 就是Rubic 就是 那 它其實 真的在文件中 它很多地方 會 有的地方會寫說 它是DataShapeMg DataShapeMg 就是它名稱沒有人懂 但是感覺 Rubic其實蠻傳承的 它其實就是把Data 調來調去 就是Data實際上都沒有變 它只是 換不同的位置 換不同的方向 就是調整DataLayout 好 是 DataForMg 好 再來是BDMA BDMA BDMA它 它是 用來做DataCopy的 那 它其實 重點是在 DLen 和專屬的記憶體裡面 直接辦資料 NVIDIA 它 在比較 大一點的 configuration裡面 可以讓你去 加一個專屬的記憶體 裡面可以 專門加一個 SRM 或是你用其他 interface可以接其他的 MbDMA 總是給NVIDIA 專用的 因為如果是 用在DLen 你可能就會跟 Vue搶東西 然後你的Colomus 有可能就會 但是你用 做MbDMA 有時候你可能是 例如說你要固定FPS的 所以你這個DataCopy還蠻高的 DataCopy 它能夠說 其實有時候會對 那 所以它 總之它可以讓你 畫一個專屬的記憶體 那 BDMA就是用來 讓你搬 從 Eran搬到 它的專屬的記憶體 或是從裡面搬出來 那 其實也不一定 要用BDMA搬 就是 一般的Layer 其實也是一樣 它都有 接不同的interface 就是都可以 譬如說 Convolution 就可以 從 DVAN 讀出來 然後最後真的寫出去的時候 寫到的地方 是寫到 有專屬的記憶體 好 那 以上 那就 快速看一下 NVIDIA到底有多 就是 它到底有沒有用 就是 這個是NVIDIA 釋出的數據 所以 到底是不是真的 其實 現在還沒有什麼真正的去不出來 但是 NVIDIA其實自己是有偵探過的 然後 也有真的有 有異體在裡面 但是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數字不一定完全可信 但是 這個Scale應該還是會差不多 那 這個 這上下都是 上面的是 RaceName 就是在跑RaceName 50 不知道問為什麼 反正滿多DLA都會 用RaceName 50 當作其中的一個數字 所以就來 大致上看一下 就是 它的不同的 就是NVIDIA的不同Compulation 這個MAC就是指的是說 這個MAC就是 呃 這個MAC就是 呃 一堆成反 它成完以後再加在一起 那所以 這一個MAC的數目就是 就表示 那一個Convolution 這個Code 它也是可以做 呃 多大量的 可以加速多大量的 加速 可以說加速多少倍 這個Convolution的數目 那其實大多數的 RaceName 50 其實大多數的 時間都會躺在 Convolution或者是 RaceName 50 就是可能會用 GName 50 之類的來做 那 好 那 呃 這邊就可以看到它的 FPS是 呃 最大的 FPS可以到 FPS可以到200多 那這個是 Intel的 Intel的 呃 這也是Intel自己的 螢幕的數目 下面有讓它出來 那個是Intel自己的 就從它的網站 網站裡面拉出來 那 這個RaceName 呃 可以看到它也是 呃 這個是速度的 那 它也是 呃 每秒就是可以 速度可以到300多 所以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但是 Intel這一個是 CPU 是一個 我們就是 E5 Zion E5 CSU 而且是兩個 那 但是 MDLA它是一個 而且是 呃 這個是 V1 就是 所以 呃 相較於這個可能 耗電量就有100倍的差距 那在A局上 A局的差距就很有 就有很大的影響 那 所以 MDLA 目前在DLA裡面 應該也還算是一個 還算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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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LA 那 再來 剛剛講到 MDLA是 Open Source的 那它 其實 呃 一個Hardware 要做一次一個Hardware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發掘 就是從 很低層到很上層 一堆東西都要 所以 MDLA其實是 一系列的發掘 那就來看看它有哪一些發掘 它 首先它 這個是Verilogue 就是 就是它的Verilogue 的Core 它 有完整的Open Source 所以你其實就可以拿下來 就可以自己真的去生產 運氣 如果你有錢的話 那 再來就是 C Model 這C Model是用來模擬的 就是 這個其實 呃 我是從Software 就是 我是從Software 就是我一直都是Software原理的 然後 然後一直到這個發覺 我才真的 很開始接觸到 一體相關的開發 然後才知道 呃 原來在做Hardware的 他們會 呃 用Verilogue寫一份 然後再用另外有一批人 用C Code 再去寫一份 去模擬一樣的東西 那 呃 據說是 就是詳細的原因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 據說可能是為了 DoubleVerilogue 或者是加速開發 因為你C的Model 模擬出來以後 你上層的Software 就可以先開始開發 那這個是 呃 MVDLA的C Model 那 那 由於剛剛說 這是兩組不同的人寫的 所以 其實這兩個 有可能不會match 這個也是 呃 這個也是 總之 我們公司的 其中一個 可以賺錢的地方 好 那再來是 Linus Driver Linus Driver 他也有 Opensource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 改東西 好 然後再來是他的 TestBench 這個也都有 這個也都 Opensource 然後 Kernel 它就是Model Software 它也 真的都有 Opensource 所以 Vidia還真的是 蠻佛心的 那再來是 Waychum Platform 這個Waychum Platform 它其實就是結合了 C Model 然後 還有 Ninus Driver K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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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Model Software 合起來一個真正的 Playform 就是可以讓你 Rong NVIDIA 原本你真的可以Rong在 NVIDIA上的東西 你就可以Rong在這個 Waychum Platform上 所以真正其實平常在 開發 在 其實你要在實驗 或者是你要做什麼的 大概就在這個 揮繩會動上 不做 不然你就是要 想辦法把它燒去 MVGA 可是MVGA 也是很貴 好 然後最後 這個 Compiler 就是NVIDIA Compiler 文件上都是會寫MVGA Compiler 但是 這個就是它唯一沒有 OpenSource 整個拖券裡面 其實就只有 Compiler 沒有OpenSource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公司是專門做 Compiler 就是已經快20了 然後 就因為這個 NVIDIA就給我們一口飯吃了 好 那所以現在 就 來到 ONC 欸 什麼 好 LNC 這個ONC 就是我們公司做的 Compiler 它就是 Open Neural Network Compiler 那 也是 簡單快速化一個重點 就是 Compiler 然後重點 我們的target 是在Deep Learning 而是專門的 製作DLA 那 這一個就是 ONC的特點 所以說 例如說 你可能就可以說 那如果是其他的 例如說 CPU 的話怎麼辦 那CPU就是 OVC很弱的地方 就是 我們Target就是 DLA 除了DLA以外 都不要來找我們 但是 在DLA上 我們 後面 可以說 在NVIDIA上 我們是 我們是非常強 好 再來 先介紹一下 什麼是Compiler 因為後面會用一些 跟Compiler 有關的名詞 所以我簡單介紹一下 Compiler 就是一個 是Translate 從一個 Program language Translate到另外一個 部分的Language 那就是光 而無數量 那 Compiler 其實通常 大家會聽到的 大概都是從高階的語言 轉到低階的語言 就是 就是 就是從 Code 然後後面轉到 Assembly 或者直接出去 的Bine 那 那 那 Compiler基本上是 以IR為中心 那 通常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就是 一個是Fung-end 一個是Middle-end 一個是Lac-end 那Fung-end就是說 從Source Language 轉到IR 然後Middle-end 就是從IR 轉到IR 那Lac-end 就是從IR 轉到Target Language 那 其中最核心的 就是 Middle-end 就是 一個 在 就是 前面可以看到的 這個Middle-end就是 IR到IR 那 每一個IR到IR 的Function 就是在Compiler裡 語言通常會叫做 Path 那在一個Compiler中 一會有非常多 很多的Path 那為什麼說 核心是Middle-end 因為 可以看到這個Fung-end Source Language 到IR 它一次就沒了 但是IR到IR 它就是可以一直串 一直串 有很多的Path 可以一直串下去 因為它always都是在IR 這個 這個是Compiler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很多人一開始做Compiler 或是說 修Compiler課的時候 通常大概 基本上都在修 基本上大概都在做Fung-end 就是 Compiler大概都是Path 你的課 那 其實真正的重點 是在這個Middle-end 那 因為你其實做完了Fung-end 以後 Compiler課可能 有的 進度比較快的人 可能會從IR 它可能會叫你從IR 你去轉到Tiger Language 去做一個Bait-end 但是 幾乎都缺少了這個Middle-end 所以 這一個就是一個很 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 真正的重要的是在這個Middle-end 如果你的IR 你缺少了這層IR 你就是從Source Language 等到IR 或者說那個IR 你可能不是一個很具體的IR 你只是 就是 在程式中 閃落在各處 然後最後 總之你會用 你會在奇怪的地方 從類似IR的東西 轉到Tiger Language 這樣轉下去的話 你沒有一個具體的IR 你就很難在 中間做很多很多的追加畫 你就不斷的 不斷的 用同樣的這種Path 然後去做追加畫 那很多Compiler追加畫 其實都是要 可能會要RUN多次的 因為 其實就會 通常做Compiler 應該會希望你的Path 盡可能簡單 就是做 專注做好 專心做好件事 然後用組繪的方式 這樣子才會輕鬆 好 多多 好 那 那再來 講到OSC最重要 就一定要講到Onus 通常我們會叫它Onus 那Onus就是 Open Neural Network Storage PolMate 它的官網上有寫PolMate 然後它的記號文也沒有寫 那它其實 其實 最原始 它是 就是一個PolMate 沒錯 它就是一個Open Neural Network PolMate 就是 Neural Network 在不同的PolMate 它要exchange 那就要有一個 PolMate 可以去exchange 那這一個就是 那個PolMate 那 所以 有了Onus以後 王燕就搞定了 好 但是 可以看到這個人 其實沒什麼精神 因為搞Onus的時候 就是很慘 就是那麼慘 Onus也是有很多雷 那 所以 總之 你要用Onus 不如來用Onus吧 就是 我們已經搞定了很多 奇怪的雷了 好 那再來Onus 還有很多自己的PolM的PolMate 這個也是Onus 最重要的 一個地方 那 像是Bacon 很難是做 GAM 就是一個 它就是做 基本上就是 矩陣的 矩陣長寸 然後還有槍架 那Bacon 要如果 像BDLA 剛剛 基本上沒有看到 什麼GAM 就有Component 那要怎麼做咧 那 我們有一個Path 會幫你把GAM 整個Conclusion 所以你想要做Conclusion就好 那你就連帶GAM 都一起做掉了 這個就是Conclusion的送點 或說Conclusion的威力所在就是 你就是會 需要盡可能的減少 或說統一化所有的東西 那 所以從此你就只要做 是做Conclusion 那Conclusion如果在硬體上 有Size限制 這個很常見 這個在很多Conclusion 這個應該說 做Software的人 可能都不太 就是在這邊應該 有些做Software的人 有些做Hardware的人 做Hardware的人很習慣 但是做Software的人 可能都不太習慣 有些東西是會有限制的 就是 例如說 像是之前 我老闆是做問題的 那 就是我常常會覺得 怎麼做個Tree很簡單啊 但是在Hardware上 他要做個Tree 他就 他說要靠Hardware做個Tree 這個就不是一個 這就不是一個小 像是神殿幾行 可以寫掉的東西 這個就是 硬體和 Hardware和Software的人 很大很大的差別 所以Hardware上 會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是Software的人 很多人可能都沒有想過 或者沒有想到的 那所以Conclusion 在硬體上 會有Size限制 就是什麼之類 就是 好 就是說 總之反正我們有不怕 時候幫你切小 就是幫你切到限制以內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 你就是照著佔你的Size 可以做就好了 這一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Path 那 所謂的有Size限制 就是例如說 我Conclusion進來的一步 我只能高和寬 會有某個Size的限制 那所以我的 如果我進來的更大 就不行了 那或者是 高和寬還有Channel 都一樣 可能都會有限制 那或者是 例如說 Kernel也會有限制 它Kernel的大小 也會有限制 那這個限制也可能很小 也可能很容易就 很容易就 就是很容易就 遇到不行了 那遇到不行了 你整個Model不能審厚 而Conclusion不能審厚 你這個DL就給丟了 這個 因為Conclusion真的是 在速度上非常的很慢 好 那 所以 就是有這些Path 就很爽 好 好 好 那 再來是OEC的NV6A Backend 呃 呃 就很單純 它就是從NV6 從OEC的IR 轉成NV6A的Loadable File NV6A Loadable File 是NV...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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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個是一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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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分兩次做啊 這個case是說 假設我們上限是只能做二乘二的 那現在有一個四乘四的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做兩次 那就是這邊做一次 就是一開始先做一次 然後做完一次以後 再對這個二乘二的再做一次 呃... 這樣子就可以做到四乘四了 就是用兩次的mini 這樣子就可以做到 呃... 做到...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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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分層做上來的 他其實就是二乘二 就是相要相乘的 所以無法分解的話要怎麼辦的 呃... 呃... 那... 我們就可以利用pading的功能 就是palling 其實會有一個 可以做pading的 就是它可以 幫你把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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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辦法做到的就好了 那這樣就會有個問題 就是我Average我就去跟這些0Average 那跟這些0Average怎麼辦呢 其實這個也是Combiners可以發揮的 因為Combiners知道說 你這個Size 就是要靠賠05完的 那你這個Size寬是多少 也是三變的四 那所以我們最後就可以用一個 中間後面再算一次就可以 就是再算一下就可以把它推算回來 原本的Average應該是多少 因為你知道有多少個人 你知道有多少個人吃 好 那就是Case 1 那再來Case 2是Concade Concade 這個是Inception Module 就是在Inception Network裡面的Module 那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Concade 那這Concade是什麼咧 就是這邊是一個Tensor 就是 總之就是一堆Nata 就是一個高維的Ray 所以通常在Inception這邊 大概看到的都是四維或是五維的 那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四維的Tensor 就是四維的Tensor 四個四維Tensor 它要Concade在一起 那Concade的時候它會設定一個 軸就是它沿著哪個軸去Concade 那 好 這個就是Concade的功能 那總之這個就是 真的在真正的Model裡面有用到的 那 所以要怎麼Concade的呢 剛剛說它是沿 它會有個軸 那在 剛剛Inception Module裡面 它是沿著Channel方向Concade 所以就是想像 有個三乘二、四乘二、四乘二、四的 那可能再去Concade的某一個 四乘二、四乘二、四乘二、四的 那它應該就會變成七乘二、四乘二、四乘二、四的 那就是 那Concade應該就是把它放直接在一起就好 那 結果是但是 呃 但是 其實在Model memory layout 它其實不是真正NCHW 那 它其實是NCHW 小C 那這個小C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NCHW 它其實會 可以視為 是應該要這樣看的 就是它是N 然後就是大C除小C 然後HW 然後小C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五維的 真正NCHW中是一個五維的Data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處理這個五維的Data 或是說 應該說在Concade會有什麼問題呢 就看這個世界的例子 這個是一個Future Data 也就是中間的Tensor 中間的Tensor的Data 就是 就是C 然後就是W 就是H 所以跟我們一開始畫的很一樣 那只是說它的C比較深 那可以看到它 這個C C它會切就是 就是 這邊可以看到它切成兩塊 那這兩塊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小C 這一個深度就是小C 所以它會 沿著小C的方向先放 然後再來再放大V 然後再來再放H 然後再來再放大C 所以大C它其實就是切 就是一個一個部分這樣子跳的 所以C其實已經被切成一小塊一小塊了 然後在最外面才是N 那這個時候 這一個 這一個小 大的C和小的C就會造成問題 就是 它會有不整除的問題 就是如果大的C 就是小的C的倍數的時候 那 你這樣子就不能除了嘛 它就會為小數 但是你這個維度不應該是有小數啦 就是這個維度上線 那就是要近位到整數 所以它最後其實它就會這樣子放 它就是在這個是Memory的 就是這樣子下來 就是Memory這樣放下來 那它就會在這邊 就是這樣一塊 有放一堆 又一堆奇怪的Rajibau 就是 我們大概在會叫它 就Bubble 所以它就會有一堆Bubble 在你的Memory中 那你要把它連續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被這些Bubble困擾 你想想看你的下一個Data 可能是就是完整的 那你這個完整的 你要怎麼放進來呢 你又要把它切一小塊 然後放進來 然後後面又一塊 又要往前翻 就是這個就很複雜 那目前官方的Compiler 它的Concast 其實沒有考慮到這個Bubble 所以它就會拿到錯誤的值 所以 呃 好 OK 好 我快了 那 所以 我們的觀看也沒錯了 但是O1C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 加一些Appleation 去移除那些Bubble 好 那這個是目前O1C加VDOA 可以Support的Model 就是在O1S Models裡面 這些Model 我們已經可以完全的 呃 在Inflow上已經完全都可以Support 而且認證了 那這個也是VDOA上唯一可以過 可以做那麼多Model的Compiler 因為官方的可能只能過其中其客 好 那 那 NVDOA如何幫助我O1C咧 這就是 重點了 就是 Open Source 就是在Corp 就是一定要這樣講 就是想必 主辦方會這樣子 覺得 但是 也有但是了 這個也有但是 好 在Open Source之外 其實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要有好的大部分 那 NVDOA 其實 其實 我覺得他們還算的 做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 他們 就是他們官方的 網站的 長相 然後就有很多大客們 有 就是 他 NVDOA兩個版本 所以兩個版本相關的文件 都有在上面 然後還有一些精美的圖 這個就是 SDP裡面的長相 這個對於 了解 NVDOA裡面到底在做什麼 非常有幫助 如果沒有這個圖的話 我們要做 會 這個時間真的是不知道多少倍 所以 這文件裡面很重要 那 我想很多寫軟體的可能性 比較不寫文件 至少 我 我就不在寫文件 那 好 像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 NVDOA 他的 他 他描述說 在哪一邊 他會有Position的Rose 就是 哪一邊他的精度會下降 那這個也是對於 我們要看 model 到底是不是做得對 也是很有幫助的 那 好 那 O2C加NVDOA 到底 可以做什麼 就是 因為這兩個都是 open source 很重要 就是 兩個都是open source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 Support O2C不Support 的Layer 甚至你可以自己 去Support NVDOA不Support 的Layer 因為Hardware的Code 也有給你 你可以自己改 那 O2C也是 就是 open source 你要自己加 就自己加 那我們也來 直接舉個實際的例子 怎麼加 例如說 Reru6 Reru6是什麼 它是 從feature 跟0 去Max 然後再跟Reru 去Me 那實際上 它就是 先做完Reru以後 再跟Reru去去Me 那 所以要怎麼做 就是 O2C裡面已經有Support 做Reru了 那你就把Reru後面 再多加個Me 再Enable這個Me 這個Hardware 然後這裡放6 這樣就好了 那 就是那麼簡單 好 那再來 RyPolling 這個有在做 做 做 就是 工作AI相關的 可能會很氣憤 但是 就是 看怎麼來做了 好 那最後就是Q&A Q&A 比較重要的是 賽貓 好 沒什麼 欸 有 DL 沒什麼是 你不選擇上 CNN 哪有代表上加RN 加RN的話 其實 以ONC來說 最主要是 在ONIS上 那ONIS上 其實做RN 就不是 很有效 或是說 不是很能夠做RN 那 其實通常它會把 RN的 那個 這個 RQ的部分把它包成RN 的 operator 然後再另外抽出去變成一個 Subgraph之類的 就是 就是 用這種方式去support 但是 以目前來說 確實都是只有做到CNN的 在RN的support上面 非常非常的少 有時候非常的不錯 好 還有 有問題嗎 好奇問一下 有沒有跟官方的CNN做過數據的比較 數據的比較 我們目前來說 其實都是 因為沒有實際的Hardware 在FGA上面的數字 其實也是不準的 BG上面的數字也是不準的 所以我們的比較 我們的比較只有在 support的model上面做比較 或者support的model上面做比較 那目前來說 有一兩個類的是 官方的CNN有support 我們沒有support 那那兩個operator 我們大概也是 就是快要support 那 那 但是我們 多support的operator 就有多不少 所以我們能夠support的model 就比他們多很多 那再來是 在performance 我們其實有看過他們的實作 例如說像剛剛Concade 我們就是要看他們的Concade的實作 然後結果沒想到他們根本就做錯了 那 那其他的 其他我們其實有評估過 就是我們預計我們是比他們好的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的Hawler 還沒有真正的CNN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真的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邊就不再繼續開放提問了 那今天謝謝各位的領域 請各位給你們一個熱烈的掌聲 如果其他問題還要問的話 大家可以拍下來 寄信給他 或是待會在路上攔截他 那下一節的議程是BSDDW的 那請有興趣的各位繼續留下來的聆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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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